好我们来关心到新政府上任之后呢 昨天副总统萧美琴是来对外公布了 第14届考试院政府院长以及考试委员会的提名 那看到政府院长的部分这两个人名单 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 有争议的是在考试委员这七人名单之中的这三个人 好来看到这三个人并非是民进党籍 出现了由民众党所推荐的前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 以及两名是国民党的党员 一个是前立委邱文彦 以及前权序部常务次长吕秋慧 好为什么会引发争议待会跟大家讲 那当然肖美琴的立场他表态 因为赖清德自己提出的嘛 提名就是要展现出用人为才不分党派 民主大联盟的理念 希望这次呢借由跨党派的提名能够来实现 但问题是你看到像邓家基 他本身是由民众党亲自核准 推荐出去的人选 但是这两个人来接受这个延览 据说国民党根本就不知情 也不是由国民党来推荐的 所以就看到主席朱立伦喊话 并没有推荐秋吕两个人 所以本党将进一步了解情况 也希望这两个人能够亲自来说明 为何接受执政党的提名 那国民党本身有党章规定说 没有经过中常会同意 擅自接受非本党执政者延览为政务官 有违反党之纪律应该受党之惩处 好现在闹出了这个两个人接受了政府的延览 恐怕会遭到国民党的处分 好再来看到最近吵得很凶 就是国民党民众党联手扬言要来废除我们的监察院 因为没有录用 好不过现在反倒是这个发展新发展出现 居然是由民进党30名立委来连数提案 废除考监 不只是监察院 连考试院也想废除 我们刚才提名还讲到说 肖美琴亲自宣布这些人选等等 但是现在呢另一头立法院里的民进党的立委们 准备要来连数提案 要废除监察院及考试院 不过看到这个提案里头签名 并没有这个柯建民 所以可能柯建民这次跟党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那带头喊出来的是谁呢 是陈廷飞 他说其实好几年前啦 他当立委这么久 老早就已经有这项提案了 他个人也认为考试院监察院 是没有存在的必要 反倒是造成了很多院与院之间 这个权责分配的不清楚 有跌床驾屋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现在呢 反倒是超车蓝白 率先来提出要成立修宪委员会 不过呢民众党立委就说了 希望你这次做的是真心的 究竟是真心还是唱黑白脸 下个会期就可见真章 这国民党也表示 民进党作秀而不想做事 国民党不奉陪这种政治性的提案 我们也关心到的是 最近中央和地方闹得很凶 撕破脸是发生在台北市长蒋万安身上 也就是呢台北市警长的人事案被耍了吗 蒋万安属意的人是方养宁 但最后呢内政部硬塞的人选是李希和被迫吞下 那当然最不被尊重的是蒋万安也强调 他个人是对李希和没有什么意见的 两个人并不熟 他有意见的是政府的做法太不尊重人了 你丢了两个人来让我挑 那我挑了A 结果回去你给我公布的是B人选 这不就是重重的打蒋万安的脸 让他沿上无光吗 但是呢居然现在还被这个民进党的市议员 简舒培反奉说 你市长是小孩吗 要不到糖 你就在那边哭哭闹闹吗 好蒋万安也不满 那你就直接派直接说就好了嘛 根本不用来问过我还假装尊重我的意见 好这个青上火线桥人士的这个刘部长 他说呢沟通本来就没有百分之百 各界都满意了啦 他就打圆场 希望大家不要多做联想 政府推的人选 就是政府觉得比较适合的 没有什么政治的操弄等等的 但是警戒人士不这么看 他认为刘世芳的做法 已经开创了一个首例 而且是恶性的先例 跳过了警政署自己来 但又不理解现行只给一人的规则 好你要这样做 那你干脆就直接给出一个明确的名单 政府就是希望由谁来接任 你不要给了两个人 对方挑了 但是你又不要 变得更难看 贸然提供两人选给蒋万安挑 无疑是在挖洞给自己挑 好我们来看这则新闻 中央地方应该要相互尊重 所以我对这一次的沟通过程 我觉得很遗憾 平常温和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似乎也按捺不住脾气 走进会脚步才很快 语气也明显加重 因为自己主义的北市警察局长 人选出局 原来内政部长刘世芳 先是致电蒋万安询问人选 蒋万安说名单给他 让他筲选 刘世芳答应后 给出警专校长方仰宁 和警政署副署长李希和 两个选项 蒋万安第一时间主义方仰宁 没有想到隔天再度沟通 刘世芳却改口说 就选李希和吧 这和当初说好的不一样 讲完通批装 给出承诺却跳票 未来地方如何相信中央 却被民进党议员 简淑培呛 别要不到糖就哭闹 不如你意 我来如实的回答 你就哭哭闹闹 说人家百道 议员当时的沟通过程 我告诉你法令的规定 是说给我两个 由我来决定最后的人选 另外我要提醒你 只给一个人选 我没话说 你给我两个人选 而且确定让我选一个 我最后选了 你竟然反悔 请问议员你能接受吗 外界联想恐怕是 清了行动才刚结束 执政党担心 若让方养宁担任 北市警局长会连接到 当年太阳花的警察冲突事件 才临时喊咖 方养宁发出声明强调 长官自有适当安排考量 希望外界不要议论纷纷 不利警察内部团结 李希和也发出声明 知道外界很多声音 署长张荣新 已经积极和北市府沟通 未来尽快安排 拜会讲万安 今天刘世芳 你是在耍讲万安吗 要从他们自己的派系的角度 跟自己是不是 所谓的绿的纯度 来去思考 所有的一个人士的安排 讲万则强调会出席交接典礼 为了警察局长任命 中央地方明里暗里 阵锋相对 记者许志明 蔡北洋台北朝鲁报导 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也开呛刘世芳 不用说场面话 要用赖加班 就直接说实话 因为你们在说就是在这个警政署 这个人事案不断延伤 那你觉得讲万安要不要去见机 我觉得过去 柯文哲市长的确有曾经不见 又或者是不参加就职典礼的 这样的状况 但我认为因为讲万事长 他相对比较善良 所以其实我认为他的个性 跟其实我自己觉得 他都应该是去会比较好 那其实他昨天也都有说了 他是会去的 因为其实就算这个 内政部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想就人选来看 其实还是肯定他的认真跟努力的 那你个人怎么看说 因为刘世芳说沟通不可能百分百满意 如果沟通不可能百分之百满意 就不用说场面话 就不用说尊重台北市 尊重地方了 那这样就百分之百 由中央来清点人选就好了 如果都确定是要用 赖家班这个台南人马的话 那就请中央百分之百说实话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